一刻紧紧紧的抱着我 在哼那首我喜欢的歌 可惜远方注定这样的结果 不是谁的错 不明白爱情到底是什么 像雨中的花慢慢飘落 最后老去枯萎 只有寂寞紧紧的陪着我 有点舍不得心里好难过 眼中的泪悄悄的滑落 有点舍不得过去那个我 只会傻傻的笑听你说 有点舍不得 心里好难过 孤单的夜我无处闪落 有点舍不得过去你和我 一切去看花开花落 一切去看花开花落 我说过了 谁都别想撼动我对如意的爱和信任 包括您 你现在的神情和你爹当你一模一样 结果呢 朱秋月怀了野种蒙骗了他一辈子 如意不是朱秋月 朱秋月 朱秋月 你可以拿以前的事情来折磨你自己 但请你不要把这盆脏水倒在如意的身上 我跟老袁有办法 需要 别说 发生什么 变成什么 也不了 别说 把这一切去 以精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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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脱衣服给你洗洗澄 来 坐 坐 真心日子辛苦了 好 来 这顿饭先预祝你胜利 来 干杯 干杯 待会儿就让你见她 来 先吃 什么 如意有喜了 子弱 既然如意已经怀孕了 那你就看在孩子的份上 你们之间的这对恩怨 就此了结吧 你们已经把谭家逐出商会了 又拿到了谭家的秘方 明凯也算是受到了惩罚 所有的事情就此结束吧 这事还没完呢 我们家家破人亡 他们家却要天丁天口 我诅咒谭家绝子绝孙 牺牲儿胎死腹中 没错 他们越是幸福 我就越不能罢首 我绝对不能成为 他们幸福的陪葬 这就是跟了谭静燃 一辈子的管家 老袁 老袁 把你知道的一切 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当年朱秋月和陈秀杰 到底是谁先生下的孩子 当年老爷痴迷上了彩茶女 朱秋月 一定要将她取进门 太太是坚决不同意 老爷专门给朱秋月盖了一栋房子 两个人就生活在了一起 没多久 就朱胎按揭 老爷高兴极了 可太太给他们大闹了一场 差点让朱秋月小产 老爷一气之下 要休了太太 扶正朱秋月 将家产 转给朱秋月肚子里的孩子 为此 太太寻过死 谁知 就 就在太太捡回一条命的同时 她发现自己身怀有孕 也就是这个孩子 算是保住了太太 在谭家的位置 照理讲 应该是朱秋月先产下长子 可那个时候 老爷已经发下了话 他们谁先产下南婴 谁就拥有谭家的继承权 朱秋月跟太太怀孕 相差三个月 老爷读定朱秋月会首先产子 可谁知 太太会豁出一条命 用催产的办法 提前生下了不足七个月的孩子 那那个孩子是不是谭明看 应该是吧 你亲眼看见那个孩子了 看 看 看见了 到底看见了没有 是 应该是个死鹰 是 应该是个死鹰 死鹰 情况怎么样了 是男儿还是女儿 夫人大出血昏迷了 长婆在急救呢 这孩子 这孩子可能不行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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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是真不行啊 长婆说 这孩子就剩下一口气了 肯定活不过今晚 所以我把他给抱出来 把谭家总上的规矩啊 这个有命生没命活的孩子 是不能死在府上的 这样吧 你赶快把他抱出去 找个地方埋了 我去回禀老爷 可是现在谭明侃 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除非谭明侃 他不是谭景然的孩子 这是我憋了几十年 不敢说的话 那你现在说 当时 就在太太昏迷两天后 云霞又把孩子抱回来了 说是 实在不忍心看着孩子 就这么死去 就找了一个 专门医治婴儿病的郎中 给孩子诊治 你说 这孩子 就奇迹般地缓过来了 你确定云霞 抱回来的那个孩子 是他之前 抱出去的那个吗 你想想 这刚出生的孩子 长得都差不多 再说了 云霞抱走的时候 我就只看了一眼 不过 有一点倒挺奇怪 他抱走的孩子 我看时瘦瘦小小 气弱油丝 他时隔两天 他抱回来 就是白白胖胖的一个男孩 我也不敢多言 想找产婆去询问 可 可那都是太太娘家的产婆 我都到哪儿找去啊 刚生下来的孩子 奄奄一袭地抱出去 又哭声洪亮地抱回来 这我敢断定啊 云霞抱回来的这个 绝对不是先前 抱出去的那个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这么多年了 明凯少爷 那简直就是太太的命根子 所以云霞她 突然变成了哑巴 是吧 老云 这玉佩你见过吗 这 这是在哪儿找到的玉佩 你先告诉我 这块玉佩它代表什么 只有这块玉佩的人 就是谭家唯一的继承人呢 那我问你 后来谭老爷 把这块玉佩给谁了 老爷非常清楚 太太是用摧产的方法 生下的这个孩子 所以老爷坚持认为 朱秋月的孩子 才是谭家唯一的继承人 所以他要扶正朱秋月 就给明阳少爷 特意制定了这块玉佩 我是亲眼看着老爷 将这块玉佩 带在了明阳少爷的脖子上 那为什么谭夫人 对玉佩的事他一无所知啊 原本老爷是打算 太太的身体和情绪 稳定了再说 可谁知道 太太执意认为 朱秋月所生的孩子 是跟高江的野种 就在老爷 准备给太太摊牌的那天夜里 朱秋月的房子 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 在场的人说 高江抢走了明阳少爷 朱秋月也扑向火海 自负啊 老江不是恰 他是救了那个孩子 因为谭夫人 绝对不会放过那对母子的 所以啊 老爷痛恨了太太一辈子 也找了明阳少爷一辈子 我求求你们告诉我 到底在哪儿找到的这块玉佩 拿着这个玉佩 就是我们明阳少爷 这块玉佩从来就不在我的身上 你 你就是明阳少爷 对 我就是谭明阳 我试探明阳又怎么样 我跟着杨父 过着颠沛流离 提心吊胆的日子 要不是义父收留我们 我现在还是大街上的一条狗 明阳少爷 你一直都在老爷的心里啊 这么多年了 老爷没有一天不再想着你 不再找你 他只甚至为了不辜负我 对你母亲和你的爱 冷落了太太 和明阳少爷几十年呢 他在临终前 还在叫着你的名字 我跟老爷 也是情投手足 虽然我被赶出了谭家 可我仍在四处找你啊 因为 这是我对老爷 唯一的报答呀 我和老爷还起来吧 起来 起来吧 你的心我里面 我会给你养老送中的 明阳少爷 你要谅解老爷 他至死都认为你还活着 所以他留下一份遗嘱 坚持要把谭家的继承权 留给他的长子呀 那份遗嘱在哪儿 那份遗嘱在哪儿 太太知道了这份遗嘱 估计早已经把它销毁了 因此我也被赶中了谭家 不认为了 明阳少爷 你才是谭家的继承权呀 不 王爷 你搞错了 我不是什么谭家的继承权 我是谭家的毁灭者 招 tahun 去了啊 再想想吧呢 叶峰 你说老天爷 为什么那么不公平呢 我早说过了 命啊是天注定的 之后呢 就要看见运气 能不能拼出一个好结果 那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又谁能想得到 这长公小六子 居然能变成上海滩 呼风唤雨的六爷 谁能证明我是谭秘阳的 谁能证明 谭夫人已经把我和母亲的一切 都抹杀掉了 就算有人知道我是谁 他们也会认为我是个野种 我说过了 你没输 你没有输 我们现在要证明的 就是谭命开才是真正的野种 而你 你才是谭家唯一的血脉 我现在敢百分之一百地确定 谭夫人的那个孩子 在身上来没多久 就已经腰热死掉了 而云霞呢 他是为了想保住主持在谭家的地位 陈秀杰在昏迷的时候 把没老酒的儿子抱来 放在他主持身边 所有的始作俑者都是云霞 所以他把他自己给毙成哑巴 为了就是要守住这个秘密 陈秀杰这一辈子啊 都把希望放在谭命开的身上 但是他死也想不到 他才是养了一个真正的野种啊 一旦证实了这个事实之后 我让他会死哦 可是这一切的一切 都只是我们的推测 遗嘱已经被毁了 这块玉佩 不知道怎么的 又回到了没老酒的手里 如意也已经嫁给了谭命开 那么所有的牌 都捏在别人的手里 没老酒会把如意啊 嫁给谭命开 那就说明 如意她绝对不是 梅老酒的亲生女儿 如意从哪来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 梅老酒能把如意嫁给谭命开 那就更加说明 谭命开 就是梅老酒的亲生儿子 她那么做也是想顺理成章 去接近她自己的儿子 这就是为什么 云霞会给梅老酒下跪 而梅老酒 对谭命开的态度 会聚变成原因 那玉佩 除了老袁 没有人知道她的含义 是 我可以把这个玉佩 立刻从梅老酒的手里 抢过来 但她还只是一块石头 她挨不了头 玉佩会跑到梅老酒手里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云霞她知道 这个玉佩的意义 绝对不能再谭家出现 所以她就当作 买走孩子的酬劳一部分 一并送给了梅老酒 可现在知道这个秘密的 只有两个人 云霞和梅老酒 云霞为了守住这个秘密 已经装了半辈子的哑巴 她不会开口的 剩下来的 只有梅老酒了 那你就要想办法 尽快撬开梅老酒的嘴啊 不可能的义父 不可能的 梅老酒是谭命开的 亲生父亲 现在 谭命开已经贵为 谭家的少东家 有哪个父亲 会把已经飞上枝头的儿子 拉回到地面上呢 这绝对不可能 根据真ometers 不可能的 我不敢把家庭 让她招供的 乡霞 可以 您可以 听听我说 我只是想 因为他 看你 还没有 我 对 我 收拾了 好 你看 我 真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啊 因为他 娘对我的态度都改变了 真希望他快点出生 傻瓜 才两个多月还早着呢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保持愉快的心情 妈妈健康 宝宝才能健康吗 我想去看看你啊 如意 不用了 妈在念经呢 如意 我妈曾经受过很深的伤害 所以 她的个性才会变成如此 如果你以后有什么委屈 你必须要告诉我 让我去解决 可是 我不想你家在我和娘中间为难 我和娘的家里 我把女人出现了 你必须要做 你必须要做 我得不想我 我都要做 我必须要做 我把我家作出 我都要做 你必须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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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要做 我必须要做 我必须要亲自盯着 装箱 运输 绝对不能马虎 我知道了 我要好好待在家 现在呢又有小宝宝陪我了 这次呢 我必须要做个样子出来 因为呢 我很快就会当一个父亲了 必须要让我的孩子 问由我这样的爸爸而骄傲 求兰哥 你回来了 你拿下去吧 这是什么 没什么 有一个朋友带的东西 告诉我 你们又想干什么 叶子 有些事情不用问太多 我可以不问 可我去过佟家 当他们知道如意怀孕的时候 佟夫人既然诅咒如意 胎死腹中 我可以理解你们每个人心中的恨 我也可以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问 但是我现在最关心的 就是如意肚子里的那个孩子 他至少是干净无辜的吧 你不用担心 我不会伤害那个孩子的 那你就答应我 看在孩子的份上 别再伤害如意了 叶子 很多事情不是我罢手了 就可以控制的 就像骰子扔出去 就再也受不回来了 是想利用烟土构险太敏感 对 然后逼梅老九说出真相 但是这个计划需要一个人的帮助 童私弱 没错 从我们帮他买茶园到去秘方开始 他就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我相信他一定会做的 明天让叶子去找童私弱 丘朗哥 我觉得不能再让大小姐做任何事了 她就是一个女人 有妇人之人 如果再让她掺和下去 她会受不了 反而导致所有的事都败了 我会去宝贝 我健康你住 我能够健康 我想让你住 这家人不会让你住 你的人 我就得逼我 是你住 我也要不住 秋朗哥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 这一步 必须得让佟思若自己来走 这个拳头 不仅能掏出谭敏凯 也能成为佟思若的把柄 而且 控制佟思若 也可以用这个 阿康 你比我狠哪 我真是庆幸 你不是我的对手 是我的兄弟 这什么 这什么 烟土 最上等的烟土 烟土 你为什么给我带来这个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想问你一下 现在谭敏凯呢 已经打开了国外的销路 如意呢 又恰如其时地怀上了孩子 成为了谭家的女主人 你呢 佟思若呢 你煞费苦心 办了茶园 拿到了配方 你甚至已经把谭家 赶出乌茶镇的商界了 可一转眼 你又回到了失败的原点上 你怎么办 我也痛苦愤怒 我能怎么办 你要一招制敌 反败为胜 一招制敌 对 这些烟土 就是我给你带来的武器 思若 你只需要把这些烟土 放到谭家的货柜里 按照民国的宪法 司犯烟土 要判五年 到无期徒刑 你想栽赃嫁祸 别说得那么难听嘛 确切地说 就要一报还一报 可是这样 会让谭敏凯蹲一辈子大牢 佟思若啊佟思若 你心里还爱着谭敏凯呢 深深地爱着 所以你不忍心 对吗 我就不知道谭敏凯的心里 是不是还爱着你了 他在娶如意的时候 他那么深深地 伤害你的时候 他心里有没有半点不忍心 有没有半点 顾及你的感受 有没有 你放心吧 我跟警察局很熟的 这一点你知道 所以事成之后 要关谭敏凯多久 是我说了算 而我 可以让你说了算 东西给你带来了 警察局那边 我也已经安排好了 该怎么做 就看你的了 现在呢 是万事俱备指欠通风 你要做的 就是把这一箱烟土 放到谭家的货柜里头 从此以后 谭家就会万劫不负 你容我再想一想 好啊 我可以等啊 你等得起吗 明天 谭家的茶叶就运往欧洲了 再过半年 如意的孩子就咕咕坠地了 你还能翻身吗 我可以等啊 你能等吗 答应他 娘 娘 这件事非同小可 死犯烟土 那是殃及人民的大罪 如果谭敏凯和这事牵扯上 他不死都会丢半条命的 咱们模仿 他们祸害我们的时候 想过这些吗 你哥和你爹是两条人命 如意倒好 现在倒要生一个 我要如意尝尝 什么叫孤儿寡母 要让谭夫人知道 什么叫做丧死之痛 这才叫公平 你好 可是我不知道 这件事为什么非要我来做 谭同两家现在唯一共享的 就是码头的仓库 而可以自由出入仓库的 只有两个人 谭明凯和你 我该怎么做 明天上午十一点之前 把这项烟土 放到谭家的货柜里 剩下的我来做 老陈 同大大家的 老陈 您消消闺闺女的病怎么样了 谢谢大当娘的 她好事好多了 可就是靠药挺着 也不是您的接纪啊 我女儿她挺不到现在 来 这钱你拿着 别亏着孩子 拿着 谢谢大小姐 谢谢 自家人不要客气 今天我是来清点货物的 不过你也知道 谭家总是三番五次的 要陷害我们同家 这次他们又有茶叶要出货 我不得不清点一下 自家茶叶的数量 不过 我不希望谭家人知道这件事情 免得再生是非 明白 明白 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来 我给您开门 好 您先忙吧 好好好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吃饭 吃饭 不然呢 看点 来 箱子放这儿来 小心 小心 都给我停下来 现在是谁也不能动 再走 别动 张局长 有什么事吗 真不好意思 谭少爷 我们局里接到线报 说你私底下来 有什么事吗 是 局长 是 局长 谁的线报啊 瞧瞧我们这儿 哪有严谱啊 哪有严谱啊 咱平时关系那么好 看在我的面子上 算了 别查了 高老板 是你的面子重要 还是我这乌纱帽重要 今天谁说的都不行 你有没有问过六爷 这可是我们聚传星参谷的生意 是六爷大 还是政府的法令大 高老板 我可是看在六爷的份上 已经给你很大的面子了 如果你再增加阻挠的话 那我可就要公事公办了啊 今天就算让我罢名搁这儿 这货也得发 别动 别动 敢 给我查 不行 是 战局长 你别生气 千万不要冲动 阿康 把枪放下 我们没有做过 没事的 让他们搜吧 放下 给我搜 是 是 警长 搜到了 你看 报告局长 司令爷爷 你看 报告局长 司令爷爷 赵爷 这人赃俱货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局长 你相信我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这些东西 会在我的货里面 这是个误会 误会 这私犯烟土可是重罪 来 把他给我带走 是 队长 队长 这批货也有我的 要抓 连我一块抓 丘朗 我不能连累你 让他们查吧 我是清白的 你放心 一定没事 我跟你们回去吧 丘朗 帮我通知我妈还有如意 放心 把他带走 丘朗 娘 子若 怎么样 我终于可以看见 谭家家破人亡了 老爷 耀东 我可以替你们报仇了 我这就去给他们上香 娘 子若 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呀 娘 如意来给您请安 你丈夫说了 以后不用来请安 如意也想来看看娘 您身体不舒服吗 打从早上起 右眼睛一直在跳 该不会是和洋人做生意 不保险 要不让大夫去找明凯 暂缓几天 考虑清楚 娘 明凯和外国人都是有合约的 什么时候发货上面已经写得清楚了 如果违约的话是要赔偿的 我是怕赔了夫人又折病 不会的 明凯这次合作的外商 都是他刘洋时的好朋友给他介绍的 应该没问题 我呢 就会在家安心地养胎 直到孩子出生 我让你养胎 确实是想等孩子生下来 看仔细了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宠 您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你 现在 当然怀疑你肚子里的孩子了 我知道您不喜欢我 您可以不接受我 但请您不要玷污我的清白 干妈 干妈 出事了 干妈 明凯出事了 明凯怎么了 警局从我们的货箱里头 查到了烟土 怎么可能 谭家的茶叶箱子里 怎么可能有烟土 可是干妈 我是亲眼看到 警局从我们的箱子里头 搜出烟土的 明凯他人呢 他在哪儿啊 他已经被警局带走了 干妈 你先别着急 我让阿康去警局打探消息了 我们先得弄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 全怪你 要不是你怂恿明凯发这笔货 就不会出事了 都是你的错 我说什么来着 你已经害得同家家破人亡了 现在轮到我们家 真是个灾心 灾心啊 娘 明凯她是我的丈夫 我孩子的父亲 我比谁都希望她健康 她平安 你少在那汪库耗子 我告诉你 林凯要是有个什么闪失 我绝不让你活着走出坛家 燕子 我们很久 没有享受这么浪漫的晚餐了 可我看你的笑容 怎么像是挤出来的 有吗 我很高兴啊 虽然陷害谭明凯 贩卖烟土成功 可是你心里就真的开心吗 既然你心里不高兴 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做呢 你答应过我 为了如意肚子里的孩子 你不再伤害他们的 没有伤害那个孩子 可是谭明凯是那个孩子的父亲 你在你心里祭奠你父亲 和你养父的时候 你却让另一个孩子 失去他的父亲 要怪 就怪他不应该投胎到谭家 干杯 哥 这杯苦酒 你真的喝得下去吗 你以为你的圈套 套住的仅仅是谭明凯吗 最终 你套住的是你自己的良心 良心 那谭夫人追杀我的时候 跟我讲过良心吗 直到我是谭明凯之后 你以为他会跟我讲良心吗 谭夫人的手段 会比我更狠 更毒辣 我现在 我现在最明凯做的一切 也只是自保 可是你别忘了 明凯是你的亲弟弟 不 他不是我的弟弟 他还明凯 是没老九的儿子 我觉得这件事 一定是有人在陷害谭家 不然怎么会有人私藏沿途 又有人去举报 这也太巧合了吧 一定是圈套 那得赶紧想办法 要不然会做一辈子的老啊 可是 到底是谁在陷害手中的 如果是陷害 至少他有两个目的 一 就是将明凯置之死地而后绝 还有 就是让谭家破财消灾 所以魏大叔 你先准备一笔钱 用来打点姜局长 至少他照顾一下明凯 还有老五 你去查一下 这两天是谁在仓库值班 如果要陷害明凯 至少要先进到仓库 少年来 说句不该说的话 如果真是有人陷害的话 你可以 做最坏的打算吗 我相信明凯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 查得水落水出 不管多久 我都愿意到 好 有所 咱们去办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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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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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是谁 是如意耍的诡计 当年朱朝玉和高江 猪胎案集 要把我赶出弹枪 好加害老爷 让他们的集中 可以得到弹枪 和今天是何其相似 如意的拳套 和朱朝玉当年的拳套 是一模一样的 婦人 婦人 你真是急糊涂了 如意怎么陷害明凯少爷呢 求了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干嘛 你就一定要救救明凯呀 干嘛 放心吧 我会尽力而为的 我已经求了张局长 他允许我们破例 去探视明凯 一切等见到明凯以后再说吧 对对对 高先生和少奶奶 想到一块儿去了 少奶奶啊 已经让我在柜上之前 准备打电了 我和你们一起去 不行 现在情况还不清楚 您的身份去了以后啊 容易把事闹大 我们先去 您在家里安心地等消息 好吗 求了 如果没有你这个干儿子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干嘛 中文字幕电视 闭上了眼睛 听风在呼吸 彷彿昨天在阎里 从不曾离去 思念在逃离 回忆那么惊喜 恍然之后才发现 赢了世界却丢了自己 是我错怪了你 迷雾遮住了眼睛 浪化时间虽然那么美丽 下一秒就不见踪影 是我错怪了你 乱世无力看风景 若听言语中聚散何方里 我把幸福留在眼底 是我错怪了你 迷雾遮住了眼睛 罗花生间虽然那么美丽 下一秒就不见踪影 是我错怪了你 乱世无力看风景 我把幸福留在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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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船路 撤影